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Valve Channel 我是Davis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三款簽名款的grassroot snapper 這三把簽名款跟一般的簽名款ESP 有什麼不一樣呢? 最大的差異在於 這三把是做了縮小版的設計 隨時他們變小不是我變大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縮小版的琴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幾年來越來越多 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們也開始彈吉他了 所以他們就推出了這種skill 縮的比較小的琴 讓小朋友們或是手比較小的初學者 更容易上手 首先第一把呢 就先從我手上這把大村校家的簽名款開始介紹 這把呢同樣採用了大村最標誌性的 粉紅金蔥烤漆搭配金配件的外觀 還有三段單線圈的設計 背後的高把位同樣採用跟他ESP款一樣的高把位小切 所以在彈奏上的舒適度也是很好的 那除了這把6弦之外 大村同樣也有7弦款的縮小版切名琴 這把7弦款跟剛才的6弦款呢 最大差異其實就只是他多了一條弦 然後時銀器變成雙雙的配置 而弦長同樣是縮小過的22.7吋 另外他的上弦整寬度採用的是46mm 對於初次接觸7弦的人來說也更容易上手 接下來下一把呢 大村小家的師傅 騰剛幹大的簽名琴 同樣也是縮小款的設計 同樣的高把位的削切 而木頭方面也是跟剛才兩款同樣的 Older琴聲、楓木琴頸跟Polfero紙板 差異在於這把是雙單雙五段的設計 好那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來聽聽看這幾把琴的聲音是什麼樣子吧 TA fic TA 你 BA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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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對今天的這幾款簽名琴有興趣的話 歡迎找我們的台灣代理商海國樂器 或者是有經銷ESP的店家去做詢問 這裡是Bob Channel 我是Davis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